請各位試著把剛剛這個上面這個問題 把這段程式一樣複製貼過去 然後回答這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話是怎麼樣取得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其實蠻簡單的 我們剛剛這個也算剛剛有做過 所以底下的話如果你要取得這個標籤 那就是什麼SP點什麼 因為只會有一個 應該理論上我們要抓的是title title的部分的話它在哪裡 title在這裡有沒有 title 所以我如果假設我要得到的是 除了內文之外還有標籤的話 那你就SP點Find有沒有 Find刮鬍之後的話裡面就放一個title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就把這個title的名稱放在這裡 另外的話外面再一個print 得到的結果幫我把它print出去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應該就是這個東西了有沒有 title然後網頁標題就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說老師那我只要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要怎麼做 加一個什麼點txt就OK了 txt就是裡面的content ok它就網頁標題應該沒問題吧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這有點複習 第二個的話如果要取得的嘛 來取得這一個哦 你說老師那這個在哪裡 在這裡有沒有 這個 你說老師那這個怎麼抓呢 如果你假設 它有幾種做法啦 我剛剛不是講過 一個是用 標籤有沒有 一個是用 class 一個是用id 三個方法 看你要哪一個啦 方法我覺得太多了 那其實如果假設你今天要抓的是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抓的是什麼 這個超連擊裡面的這些東西 那怎麼做 當然我們第一個 如果你還不會的話 你乾脆把整個全部抓回來 整個抓應該會吧 整個抓 你說老師 這個我知道標籤 所以我給a好了 剛剛問題a有三個 剛好它第一個 所以其實有個方法最簡單 就是類似像這樣 你就把這邊 把title改成a比較好 那a的話呢 你就直接怎麼樣 a好 那如果fine 我剛剛講過 fine a的話 它除了說一個之外 還可以是第一個 它剛好就第一個 所以你用fine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你用fine all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fine all 變成你要加一個中央 泛額麻煩 所以fine好像以這個來看 應該是最簡單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 它就整個幫你抓回來了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全部啊 我要這麼多幹嘛 而且還有一堆標籤 那我們現在來抓資料 一定是說 裡面的什麼東西 如果是文字的話就點test嘛 可是你說老師 我不是要點test 如果點test就得到什麼 得到first嘛 對不對 OK 如果你這邊加一個點test 有沒有 那得到應該是它的content 剛好就是這個裡面的這個first 有沒有 這個東西哦 可是你說不對啊 我不是要first啊 我是要這個href等於裡面的這個東西哦 那跟各位講 請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的並不是裡面的內容 而是它裡面的一個屬性 這個叫屬性哦 屬性的內容的話 那你可能要多學一個方法 就是後面點test改成點get get後面的話呢 意思就取得什麼屬性的內容 OK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href把它打在這裡 意思說你先幫我把整段標籤通通抓回來之後 然後呢再去抓它裡面的一個屬性名稱 叫做href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href等於的這個東西有沒有 幫你取得了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特別注意哦 所以點test之外你還要記得點get OK應該 應該不難啦 而且我講的都是你一定要記得 可是有些不需要記得暫時不講 我看你們腦容量沒那麼多 應該記不了那麼多 只要把這些就是熟練一下 我相信應該就夠了啦 OK好試一下 所以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理論上有沒有看到 H有沒有TTP 冒號有沒有 然後呢後面就是它的這個超連結 它就把這個裡面的東西幫你抓到了 應該OK吧 當然如果你假設你要的是第二個的話 第三個的話 其實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去變化 而且甚至我們要抓這一個 這個其實除了用fine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別的 因為它這個裡面除了有那個什麼 A之外的 其實它有class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class 也可以用id 只是我是覺得這個算了 你們自己再練習看看好了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抓一個資料 不見得只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標籤 還有類別或者id 但是我個人習慣 反正標籤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為網頁一定會有標籤 但不見得會有class 也不見得會有id OK 所以這個概念有的話應該就差不多 有沒有每次說 什麼什麼 那個 這個 所以這邊最好標籤為主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OK吧 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就取得所有 所有 類別為rad的這個超連結 看一下 這rad的超連結有幾個 一個嘛 這邊一個 這邊兩個 這邊就blue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不是 所以理論上就是1跟2 OK 所以其實就要取得這個跟這個兩個超連結 所以我將來希望顯示的是這個跟這個 那你說老師剛剛我用fine好像就不行了耶 而且我要class 所以我們變成這個地方應該改 改成什麼 fine all fine底線all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 一樣還是要超連結 可是這個點get的話呢 因為 不會是只有一個 所以這個可能不能直接就放 因為它 如果fine all的話應該會有兩個啦 它是負數 你不能 兩個同時get 不行 你一定要分別跑個回圈 分別去get OK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當然我們可能就要在這上面 再增加一個list 因為它回來的話是一個篡列 所以我就把它找到 那還有一個 我剛好漏掉一個 fine all的話呢 第一個特徵是標籤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特徵 第二個特徵的話就是它的class名稱有沒有 是這個rate 所以呢就把這個rate這放在這裡 有沒有還記得吧 就是 如果你假設你要第二個特徵 你直接就放它的class的名稱在這裡 這樣OK了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print的出來 理論上應該就是 那個串列裡面的 就是1有沒有 這個是1的嘛 OK 然後2的在這裡 對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就是分別再跑個回圈的 所以這邊一樣 就是for i in range 這個 剛剛有寫過 直接拿這個 for i in range 這個 有沒有 然後呢分別把這個裡面的什麼 分別把它一個一個print出來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加一個中刮 加一個i OK 那當然呢你一個一個print出來 它就變成像這樣一個 有沒有這是第一個吧 第二個 可是如果我假設我是要它裡面的超連結的話 對對對就分別get 你不能一次全部get get的話呢 那裡面一樣 再給它它的屬性名稱 HREF 就是它的超連結 它應該理論上OK吧 執行一下 有沒有 1 2 OK 這樣沒問題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分別1 2 3 等一下再來 4應該 剛剛有做過了 我剛才把這講完好了 這個就不講了 因為first剛剛有做 取得這個的話應該很簡單 取得這個首先你要知道什麼 它是一個 好像只有一個喔 所以呢 這裡的話呢 我們直接用fin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底下 再起一個好了 所以如果要取得這個3.jpg的話 那我一樣sp.fine fine的話呢 那我一樣 以那個什麼 標籤為主嘛 它的標籤名稱是img嘛 所以我就直接找img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幫我print出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 幫我print一下 那print的話 它變成說 它會把整個 整個這個img 一直到 到哪裡 到這邊吧 就把它全部print出來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它就把這一整個標籤 有沒有 那img的話呢 它只有一個斜線 有沒有 到這邊停下來 就這樣 那如果你要抓裡面的這個的話 應該會吧 做什麼 點get 把這邊改成什麼 get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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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auce的縮寫 sauce有沒有 sauce src 應該可以理解吧 因為你會打sauce太長了 src 其實是sauce的縮寫 我剛開始也不懂 為什麼叫src c的話sauce 也通嘛 OK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幫你把 這個屬性裡面的這個文字 給print出來 答案應該OK的 有沒有 沒錯 好 那如果你知道它的 檔名跟副檔名 你就可以存檔了 將來一樣可以把它save就可以了 save的方法 跟那個存csv很像 只是說把它存成那個什麼 二進位置的檔案 就可以馬上存檔 所以後面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講 如果要爬那個 網頁上的圖的話 直接存檔 很簡單 OK 試一下 請各位 剛剛這一集 總共有五個問題 試著逐一做做看 這些都很重要 如果你這些能夠熟練的話 以後要爬網頁資料 應該就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主要就是那個標籤 跟類別 這個如果搞得懂的話 應該將來要爬資料 就不是 就 我特別設計了三個簡單範例 因為我之前是直接就跳到網頁 發現從小 哇 不是這個網頁太複雜了吧 所以這個你做完之後的話 你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如果我今天 第一個範例就是我要抓 大樂透歷史資料 總共大概有六千多期 從2004年到 今天有開獎 禮拜二禮拜五 如果我要把六千多期 的歷年資料 通通抓下來的話 那後來我找了一下一個網站 叫樂透雲 如果你Google搜尋 大樂透歷史的話 就會找到 好像這個網站還蠻 而且這個網站的技術 剛好是ASP的 這ASP的 這個技術 這已經是 已經差不多快30年的老技術了 還是有人在用 ASP 然後這個網頁 因為總共有幾頁呢 總共有76頁 所以你往下抓有沒有 它第一頁就在這邊 這是應該最新的 就是 它好像禮拜二還沒 它可能還沒有把它放上來 它只有放到上個禮拜五的 2525開 然後 第一頁的話就index pay等於1 那如果假設你第二頁的話 下面 8月6號 如果你要第二頁 它要跳到第二頁 因為你 假設你一次全部放76 那不得了 這個網頁 可能要roll很久 而且對於那個server的 這個流量會吃很多 所以它就分頁 所以很多網頁都會分頁 應該跟那個網路購物一樣 好那下一頁 那上面會加index pay等於2 有沒有 所以你說老師 那如果將來 我們也新鮮不要太大 76頁 總共76頁 我們 假如 我們不要了 我們先抓一頁就好了 如果假設我的希望是 可以把第一頁喔 2004年的11月15號喔 有沒有這一期 一直到2024年的這個8月6號的這一期喔 請你幫我把這個資料抓下來的話 請問應該怎麼做 你說是這個這個這個我 我怎麼知道啊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有沒有原始碼就會看到標籤 可是我跟各位講啦 你不用這麼辛苦看啊 我是建議你直接 按 沒錯 但問題你要知道 你的table是哪來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按右鍵 日期按右鍵檢查 用檢查的話一樣會看到原始碼 只是呢 他會比較精確的告訴你說 你這個日期 他的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用的哪一個標籤 有沒有TD有沒有 TD就除整格嘛 那再往上一層就是TR TR就是一整列 Tbody就是整個嘛 再來往上就是table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抓的話 其實喔 你就把這個table整個抓回來 再解析 不用喔 你把它整個抓回來 這裡面的所有的文字 就全部抓回來了 有沒有 試試看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類似的概念 來抓網頁 其實差不多意思喔 而且你看喔 這個table還有class欸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能夠 知道這個class名稱是唯一一個的話 那你就抓這個 用fine就好了 有沒有 如果是知道唯一一個的話 那就是他了 那你就把這個表格裡面的所有資料抓回來 print了出去 那不就抓到了嗎 沒錯 OK 可是當然沒那麼簡單啦 加害我們可能要希望把這些資料存著e-sale 存e-sale的話那變成什麼 要 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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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串 自串一個自串 不是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 對喔 不過待會兒我們再看喔 這個按部就班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這三個範例 簡單的範例先了解 那等到你了解完之後 有時間喔 再看一下那個 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今天當然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喔 看看能不能把那個大樂透嗎 直接幫我 76月全部存了e-sale 對 不然以前 假設你 不會用爬蟲 你真的是很辛苦 怎麼辦 選起來Ctrl-C Ctrl-V 慢慢要做76次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爬蟲的話呢 直接執行 全部變e-sale 那感覺不一樣喔 試一下喔 待會兒再來看